大家好 我是Daniel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美國生活的點滴 還有我想介紹一下我現在在腳踏的 這部我近平很喜歡的玩具 其實如果大家看到我正在玩的動態 其實都覺得好像Snowboar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Snowboard Snowboard是一個很刺激又很享受的活動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尤其是如果我們在香港 我們每一次都要搭一個飛機 去一個有雪的地方 才可以玩到 而且每一次都不便宜 而且每年都只可以玩到幾個月 所以這些限制都令到想玩Snowboard的人 都有些限制 那我在美國 首先在一些網上的 都是Youtube 還有一些blog 就見過人玩 現在這一部儀器 叫做Onewheel Onewheel 雖然是一個車子 其實是很有趣的 你看到它的情況 就是它有一塊板 一塊板中間就有個 好像高卡車一樣的一個車子 那它特別的地方是自己會平衡 即是我們叫做self balance的一個機制 那它當你開了電 不開了機器 你一踩上去 只需要將一塊板 踩到變水平 那它裡面就有一個sensor 它有acerometer 一些gyroscope 那些東西 它感應到的就會幫你做一個平衡 那這個前腳後腳的平衡 它就幫你做 那當然你自己也仍然要做一個叫做 腳尖腳渣的平衡 那然後你們就可能會問 那它究竟是怎麼會走的呢 那你就說 那好吧 那如果你看到現在我這個玩法 那我左腳在前面 右腳在後面 那看snowboard的或者skateboard的玩法 這個叫做regular 那我就是regular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踩呢 那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regular的話 的做法就是你雙腳平排站在那裡 那接著你叫一個人在後面推一推你 或者是自己破壞重心 然後你看看自己哪一隻腳 去到重心沒有了之後 你是會踏前的 那如果你的左腳踏前線的話 那你就是regular 就是左腳是前腳 那如果反過來 你是右腳踏前線的 那你就是一個用右腳做前腳的人 那就叫做groovy 那就是玩snowboard要懂這些東西 那one wheel也是一樣 那你怎樣去走的呢 那這個儀器 那其實是異常之intuitive 那你是只需要將重心 放多一點在前腳上 就是我現在的情況 就是左腳 那它就會開始下向前的了 那它怎樣停的呢 那其實呢 那這一部我現在玩的one wheel 應該是第四代的one wheel 那就是只需要將重心 放在你的後腳上 它就會停的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 我什麼時候會停的 再告訴大家 那那 那 你看到其實呢 我都玩得都不慢的 那我大概玩了二百多英里 二百多英里 那我其實就由八月開始學玩的 那我自己有snowboard底 我就沒有玩滑板的 那所以我完全是將 我的 玩snowboard的經驗 transfer過來轉型 來玩one wheel 那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重心在前腳就向前排 重心在後腳就會停的了 那當然 如果你是進階段 進階段 你想 向後腳那邊也可以走到 那snowboard叫做switch 這個玩法 就是skateboard叫做switch 那其實你都可以set的 那 但是我由於 這一下就停了 我把重心放在後腳上 就是我右腳 它就會自己停的 那所以一個非常之偉大的法令 我覺得one wheel 是 不過很可惜 我相信 就是大家都覺得 第一件事就是 你會問 如果香港玩不玩呢 那我都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如果你被一些 執法人員去見到的話 都肯定是會被人折停的 應該 那 就不再說那些 就是在街上見到你 玩就 打開你的那些 那在微博自由的角度來說 那不管你玩什麼呢 那好吧 說回 這個one wheel的極速 是多少 那 Efine這部 比較細部 日門級的型號 那它幾錢呢 其實它就是950元美金 那 就算是970元 即是六七千元港幣 其實有更大型的型號 XR大概是1700-1800元 那一部的極速可以去到20多英里 我這一部Pine比較小 極速是16英里 我覺得都夠用 我也覺得生命誠可貴 所以16英里暫時是夠了 其實有些位置你會覺得它不夠 但是我暫時都沒有再快速的追求 如果你跟其他價位和級別的電子電動畫能板來說 它可能是算貴一點的 不是貴一點 即是叫做慢一點的 但是它那種可以攪拌的玩法 可以左右片的玩法 好像Snowball 真的好像Snowball 所以就令到很多玩版的朋友 都開始玩One Wheel 我也可以說它應該會是 離人的一個很大的潮流 在這個電子電動版來說 我相信大家比較熟悉的 會是那些類似風火龍 即是國產那些 腳平排玩的那些 有些像Snowball 那些 那我就覺得 我自己喜歡前後腳玩運動的 即是好像你去到一個雪山 你要去玩Ski 滑雪 然後玩Snowball 那我就會去玩Snowball 所以 就真的是 花入各眼見人見智 那 所以 但是始終很多人都會喜歡前後腳玩Sport 那我不知道你是否 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所以 我就愛上了它 那其實呢 你看到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加州 即是南加州 這個Town 就人少一點 你看到風和一例 你看到那些樹 就知道是一個 就是熱帶地區 那 那 天氣都是四季 都是十多 二十多度 熱一點的三十多度 那你見到 很開陽的一個地方 這一個是市中心 那我就等著過馬路 準備開始 把腳平衡 然後就走 那就OK了 那所以 是非常之好玩 也都不難掌握它 如果你有玩Snowball經驗 那當然 我自己呢 就裝了一些 accessories 你見到 那我近期裝了的一個 配件就是 你看到 好像一隻藍色的 翼的 那個物體 那隻翼仔 就是讓我可以夾著 Onewheel 可以轉向可以做 有效一些 還有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跳一跳 那 這一個就是 FlightFins的 一個配件 那你見到 其實呢 這邊的路 都OK的 即是 有條行人 可以讓你保持著踩 那 這裡就不會被人說 就是 行動路 不給玩 那 最重要就是 互樣互量 其實 那其實隔壁都有 通常那些路 都有那個單車 善美單車 那我就 免得下去 安全一點 始終都 因為你都不知道 那些人怎麼駕駛車 所以其實我都真的很想 可以帶一部 溫飛環來香港 但我相信 很厲害 應該是會被人抓 其實你問我 為什麼我還在玩這麼久 還在玩 其實我去哪裡呢 其實呢 當日我是去吃Lunch的 那我在家附近出發 那 就 去吃Lunch 那我就去吃一個 吃菜的Buffet 喝湯吃菜的Buffet 那 10元美金 就可以 任喝任吃 吃沙律 喝酒打蜿湯 菜湯 雞湯 那 真的 很棒 我帶著電腦去 帶著電腦去 帶著電腦去 對了 說起充電 那這塊板呢 充電可以玩多久呢 其實充電 我們說的距離 它大概可以玩到 10至12英里左右 甚至12公里 那 就像我這一程 我去吃飯 那 其實大概 是 4 幾英里 那 我去到那裏呢 就用到 剩下 50幾% 電 即是用了一半 左右 差一點用到一半 所以 我就 帶著充電過去 那 去到第一件事 就找一個 有電掣的位置 就坐下 充電吃東西 那 所以 和這裏的人 都幾好 看到過馬路 他們都會看你 立馬車人 都不會撞死你 當然 你自己都要小心 所以 可以在這條馬路上 在這條路上 好像玩snowboard 那樣 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些沙地 都玩在這裏 如果你玩電子滑板 就難些 那輪小 就難些 那這條路是高卡車的路 基本上都駕馭到這些 草地也可以 泥地也可以 那當然是技術 所以如果你身處的角度 是可以玩這件事 我真的極力推薦你 那一來 它現在便宜了 普及化了 二來 它也是一個 沒有排放的 一個 交通工具 那你就不用搭Uber 不用開車 即是 如果你去一些 說你 十英里範圍內的地方 即是 我去寄信 吃東西 去做事 回學校 基本上 如果在附近 都可以做到 即是當年 我想一下 我在中學 其實 嘩 每天我都一定會 玩這件事 回學 很爽 又環保 不用排放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是一個 每一次你 即是 去一個地方 都是一個享受 這裏的油價 在美國來說 最貴的 已經叫做 跟香港差不多 油價 便宜一點 但相對於 中西部來說 這裏的油價 差不多貴一倍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在想 為什麼 人們會問我 為什麼會在美國呢 其實美國一向都好像 不是香港人 選擇一個 住的地方 或者生活的地方 他們可能覺得 美國 沒有東西玩 又要Visa 所以很麻煩 所以不理 首先 我講了一點 就是 大家覺得 美國 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不去 這個 搬解 我自己 就不認同 因為 我個人認為 美國其實 就不是 沒有東西玩 其實它是 你玩什麼都可以 所以 沒有人會提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玩 因為在美國的人 都要自己運 自己喜歡的 玩 玩什麼都可以 所以 這真的是 挺可貴的地方 那 譬如我 這裡可以玩 One Wheel 我在香港還玩不到 因為 它說 你這個是交通工具 要出牌 你去到運輸署 它又不讓你出牌 你去到街上 又被警察抄牌 那就是 它是要 怎樣都不讓你玩 那就是 鬼捱你在香港 什麼 這個就是 我覺得 香港 要 一樣要改 其中一樣要改的地方 就是 如果我們有機會 可以控制到 我們的 第一名 就是 就是 為何要懲罰 玩的人 而不是懲罰 用亂玩 這件事 我又沒有用這塊板 來撞傷人 那我是正常 這樣去 去 從一個地方 去另一個地方 那你為何要懲罰 我不讓我玩這件事 所以 美國就給了這個時候 我們去做這件事 我們去做這件事 所以美國就給了這個時候 我們去做這件事 那 那 負責來講 其實不難申請 但就 要付錢 現在就 都可以在7月 所以都 容易處理 我當年要去大新銀行 才可以 嫁得到 這個位置很可憐 那 因為前面鐵行人路 蜂蕭 那 我就想為了 安全的意見 那 就 過了這堆雪糕桶 才繼續玩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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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就會需要的手柄 非常適合 才可以 都好 還好 下去 還有 努力 上面 vitesse 那 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 走路的話 急步行為一個人大約是4mph 我這一程平均是12mph 即是比急步行為3mph 如果你是熟悉運動科學知識的話 就可以轉化到這些數字 當然如果大家有這些運動科學的問題 可以歡迎問我 我這一程路大概還有2分鐘 就到了 這裡我就下來了單車路 哎呀 有點水 基本上它都是防水 你不是插進水裡或者下大雨 沒事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這部OneWheel 有些什麼想知的東西 那我就很狼條解答大家 因為我看見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中文的介紹關於OneWheel 可能因為講中文的角度 都未必容納到這一部機 都會覺得它是一個違法的物品 所以就有點可惜 那我當然就希望它是可以 遍地開花 那所以暫時我在美國都是 因為它是沒有車子 那如果在短距離的Curveel 即是如果在短距離的Curveel 那OneWheel都可以 長距離的那些就再算了 那直至到我 在這邊找到一個固定的工作 或者我究竟是不是在這裏 發展我的事業 然後買些微目的 再更新一下大家 其實主要是想 分享一下我 在這邊自己 自己喜歡做的 還有附近的景色 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見到 在這個地區 都是很開業的 旁邊都是居住的地方 那香港 國居的價錢 在這邊 都買一間屋都夠有餘 那所以 真的不是鼓勵大家移民 不過其實真的想告訴大家 在香港的生活水平 生活費真的 很高很高很高 即是這邊可以住一間 千多呎的屋 即是用回香港窩居的價錢 應該還有三十秒多 所以 一個大概二十分鐘的路程 就變成了一個 我的 即是享受的時間 現在 我正在用來拍攝的東西 就是Gopo Hero 7 Black 好了 這間就是我要去的食物地方 就是這間 一邊喝湯 還有吃菜 這樣就走了四點幾米 那OneWheel 它有一個APP iPhone和Android都有APP 那我可以給你教一些設定 還有記錄你的行車紀錄 那我現在都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見到我走了 從西面去到西面 那就是4.1米 21分鐘 那你見到它就會有這些紀錄 那你見到它就會有這些紀錄 那你也可以看看我這塊板 總共走了232英里 那這次走到4.1米 極速是15多米 那我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就先吃東西 那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